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独撒到你是一寸一分都录不进去 你在门外呀 所以我劝导大家 学佛第一个阶段最初防病 类人经常讲的 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彻底放下 奇心动念 为一切众生 为正发救助 这就对了 你才有门口 你要不能写自私自利 你没有门路能弱 你学的再多 都是属于积问之许 那是搞得佛许 不是学佛 你得不到受用 佛法之门 我才能够进得去 我们今天常讲的 自私自利 只要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存在 你永远在佛法门外没有入门 绝对不是说 你受了三规 受了五戒 或者出了家 受了比丘戒 菩萨戒 就入了门 如果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 你依旧没有入门 神菩萨 这是佛的入识的字 登堂入识 所以粗破莫直 就是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立养 放下探诚持慢 远离五欲六成的享受 这个是佛的入门的字 刚刚进门 这一个四十真相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功夫不是一天念多少声佛号 不是的 一天打坐多少小时 也不是的 一天磕多少头 也不是的 一天念多少经 也不是的 那都是一些初级 基本功 都是叫你收心的 真正功夫是吗 真正功夫把我放下 起码的功夫 我常常讲这十六个字 这是入门的功夫 真正把自私自利放下 明文立养放下 五欲六成放下 贪嗔持慢放下 你入门了 你才能入佛门 入佛门怎么样呢 你能看得懂佛经 能看得出意思 你能听得懂经 你听了会有法味 会有味道 会有发喜 你会肯干 你不能放下的时候 那你永远在门外啊 门外听了什么 听了一些佛秀常识 谁的意思呢 自己的意思 绝对不是佛的意思 开经纪上说 愿解如来真实一言 你听了经的时候 你解的是自己意思 不是佛的意思 所以必须把这十六个字 放下之后啊 你头一关进去了 你能听得懂 然后不断再放 你才真能够回归到自信呢 佛法难 难在哪里呢 难在就是十六个字 难放下了 我们要真修佛 那你连这个不知道 你怎么修法 怎样放下自私自利 齐心动念 把念头转过来 想 为众生想 不要想自己 为佛法想 如何帮助正法求助 如何帮助苦难众生 念念为别人想 我为自己想 自私自利就转过来 有念念还为自己想 我为别人想一半 为自己想一半 这可不行啊 这入不了门啊 我为别人多想一点 想个六七分 为自己还想个二三分 也不行 有一分都不行 为什么不行 这个是迷惑的根本 我们前面说过 你想回归自信 头一关也突破 头一关就是神经 你把你的神当作自己 你把你的妄想当作你的真心 错了 金刚经上叫人 头一个就是 无果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力向破满 力向破满 佛在经上 佛在经上举一个比喻 就这样子 大乘法里面呢 有巧妙的办法 这个巧妙的办法 要真做才行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叫我们齐心动念 不要想一切都 这个样子 时间久了 我就忘掉了 念念当中 多为利益 一切都 多为了弘扬佛法 一起为佛法想 为众生想 久而久之 我知 不要痛 自然就没有了 这个方法妙 非常非常妙 古人所讲 这个方法叫大耳化尺 把我们的心量扩大 自古以来 许多修学大乘的菩萨 用这个方法 在很短时间当中成就 你 真正达到破四项的 这样的功夫 十几利他 这个四个字 我们要牢牢的记住 如果真的把我忘掉了 把私忘掉了 齐心动念一切都是大功无私 念念都是为一切众生 自自然然于祝福如来感应大脚 一切如来啊 自自然然于天地归神 其不思义的感应 今天我们感而不通 你要想的原因就是自私自利 不能够做到彻底的方向 彻底的牺牲风险 不附带任何条件的 那是佛菩萨了